由科技潮牌Rimi真我冠名的电竞综艺战至巅峰开播 这档综艺集结了不少明星 原本去年就已经录制完毕 结果拖了一年才播出 算是掉足了粉丝的胃口 不过在第一期正片播出后 却有不少观众反映 这节目美其名曰电竞 实际上却是嘻嘻哈哈 尤其是一些技术不怎么样还不严肃的明星 根本只是拿了片酬过来走个流程而已 首先参加战至巅峰的明星阵容还算豪华 杨幂 张翰领衔 也有黄明浩和红杉等对KPL比较关注的明星 当然也带了一些没什么关注度的明星 这些都可以理解 但既然来参加的是和打游戏有关的节目 有些人的游戏水平就令人不敢恭维 还有钻石星要的来凑热闹 真不怕败坏自己的路人员吗 经常看KPL的观众 对杨幂的游戏实力是比较熟悉的 杨幂本身是王者荣耀品牌代言人 也参加过不少王者这边的活动 自身的游戏段位不低 并且思路 意识来看 都是一个身经百战的游戏玩家 具有一定的理解 所以在看完杨幂的表现后 KPL这边的几位选手 肯定了杨幂的实力 另一位让人印象深刻的明星玩家 非赖美云莫属 他十分喜欢西施这个英雄 在参加节目前 就曾看过西施 在节目中的单挑赛中 他也拿出西施 对战许卫州的马可波罗 而且还打赢了 另外赖美云很讨喜的地方在于 不光长得甜美乖巧 而且十分认真的对待这次节目 他被分到南京hero酒精的基地训练 特意选了一套和西施 施与江南皮肤相近的装扮 并且和同行的其他嘉宾相比 明显是把教练的话当回事的 就像学生听老师的话一样 在其他人还默默唧唧的时候 他早早换好了队服 并不停督促队友 反差最大的就是许卫州了 不仅第一天报道就迟到了 害的队友一起被罚深蹲 重点是还不自知 觉得五个深蹲太简单 坐着坐着还上瘾了 看得人一头雾水 在预告中 南京hero的九折教练 似乎跟许卫州起了争执 如果是剧本的话 这种人设的剧本许卫州都敢接 那确实很大胆 同样令人无语的一点是队员的分配 要知道参加节目的明星水平参差不起 杨幂 胡夏 黄明浩 敖子义这几个 应该是实力还不错的 而张大大 王林这些 可能最基本的游戏理解都没有 尤其是张大大 连后裔都玩不明白 节目组也没有公布分组的规则 杨幂就跟张大大等一些比较菜的明星分在了一组 那一局游戏打下来真的煎熬 其他人要么不听指挥 要么不说话 从杨幂的表情真的看出来不耐烦 碍于情面又不好发作 不耐烦 感谢观看